新塞水库蓄水量剩不到40% 基隆水勤出现黄灯警戒 其中中正及信义高地社区用水尤其吃井 在水公司方面除了提醒用户节约用水 也持续开发新水源 包括沼井及深潭抽水 为了我们增加原水量 在供疗的部分 在供双营运所里面 也亦据沼井 目前已经实施中 目前已经找了一口 每天可以增加700吨的用水 陆续我们在考量 是不是在做沼井的作业 在公管桥的生坦营水的部分 还持续在做 我们一样是24小时排班不分日夜 来询释我们抽水机的运作 以及它保养的部分 9月3号开始 那水情由绿灯转为防灯 那就是 就减压供水的部分 是就特定的离风时段 还是特定的一个状况 做几步的一个减压 那这对于行政机关 以及国用事业 有关喷水池 洗枪 还是洗水沟的 对非民生需要的一个用水的部分 我们就禁止 另外在水公司方面 也配合用户需求 加派水车及设置取水站 对此立法人蔡世英透露 国防部将派出50辆水车支援基隆送水 在这个时间点 其实我们办公室协调国防部水利署 由国防部出动水车 50部的水车 要来支援基隆高地供水的区域 那目前正在做相宽点的会刊 我们预估明天会有新的车辆 水车来投入 协助我们基隆 比较缺乏用水的一个地区 那我想这个部分 我会继续来努力 即便是在这样的一个 比较水情吃紧的时间 我们的民生用水 我们仍然努力把它满足 蔡世英表示 根据天气预报 基隆近期渴望出现降雨 希望老天爷保佑 早日浦江甘霖 也提醒市民节约用水 一起共度缺水难关 记者张旗腾 基隆报道